今年雨水不足造成了冬笋欠收 价格持续的上涨 目前冬笋一公斤的批发价要大约400元 虽然说价格高昂 但是农民只能咬牙骨生 因为几乎是挖不到冬笋 就连主要的产地南投鹿骨香 也面临了一根难求的困境 让笋农直呼 价钱上涨却是看得到吃不到 一根根冬笋削皮后洁白小科 它的价钱本来就比一般竹笋高 但今年雨量不佳 冬笋欠收让价格更持续上涨 去年批发价一公斤200至300元上下 今年批发价却飙到每公斤约400元 价格涨幅约8成 价格高昂的冬笋让消费者大喊受不了 但农民也叫苦 他们说雨水不足几乎挖不到冬笋 连主要产地南投鹿骨香 都面临冬笋一根难求的困境 有农民甚至在好几公顷的农地 也几乎挖不到一颗品质理想的冬笋 直呼价钱高 看得到却吃不到 雨水不足冬笋架高量少 反映在交易市场上 以往12月的交易量每天平均都有5000公斤以上 但从去年12月25号 每天交易量却常常只有一两百公斤 甚至出现过一天交易量不到20公斤的情形 今年是五年来最欠收的一年 记者曾如晨南投报导